美国的就业市场出现降温迹象 11月份的私人就业人数增幅低于经济学家的预期 投资人还在近代即将发布的就业报告 美股星期三小幅收跌 道琼斯指数和标普500指数连续第三个交易日下滑 道琼斯指数下跌了70点 以36,054点挂收 标普500指数下跌18点 报4549点 纳斯达克指数下跌83点 以14,147点挂收 国际原油价格方面 截至今天早上9点 WTI纽约原油上扬了0.23美分 每桶报69美元 布伦特原油则是下滑2.90美分 每桶大约74美元 国际上有区领化odie 国际上谷市有线 线故事下与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